没错其日的平步清云 但如今国民党确实以最快的速度 已经开除了临时的党结 尤其今天国民党中常会显得 气氛格外的低迷和沉重 而马主席也公开要求检调机关 应该要彻底查办临时社会案 而且一定要办到底 问题是现在党电也纷纷指责 马总统是不是用人不明呢 重要决策是不是只爱听好听的话 甚至也有立委直指 马总统根本是把九品关 当一品关来用 而林一世的坦诚所会 无疑的已经让马总统执政出现危机 根据TVB4最新的民意调查 也显示马总统的满意度 已经足足下滑了五个百分点 现在只剩下了百分之十五 创下新低介入 不满意度则是高达将近七成左右 听到敏感问题 国民党中常委会挥手 不谈要不讲完快闪 林一世认罪所会后的中常会 气氛诡异 马总统从头到尾挂着扑克脸 以站起来郑重宣誓 行政院林前秘书长涉及贪毒的案件 不论涉案的人数有多少 不论涉案的层级有多高 不论涉案的范围有多大 我们都会要求检调机关 无网无众查办到底贪腐的毒瘤 借这个机会把它铲除 铲除 贪腐毒瘤 马总统情绪太沉重 熟悉的顺口溜 一时卡住 选举不贪污 执政不服务 执政不满 对不起 打造联能政府 启示喊一喊就好 马总统爱将涉贪被收押 党内炮轰他 世人不明 有的中常委点到为止 但林医师的所惠风暴 的确严重冲击马政府 TVBS民调显示 马总统满意度只剩下15% 不满意将近7成 创下历史新低 比爸爸水灾时还低 对比前总统陈水扁 在2006年8月 刀扁活动高潮 满意度更低 只剩10% 是扁政府8年执政最低点 不过马总统 是因为属下社会 陈建总统自身涉及国务费 亲信和家人涉案 情节不同 但都因贪污执政出现危机 TVBS新闻 李国正林秉宜 台北报道